中国合肥第五届卢阳智邦杯 中日韩三国围棋名人混双赛 近日在合肥三国新城遗址公园开赛 国家体育总局棋牌运动管理中心主任 党委书记罗昌毅至此并宣布比赛开幕 现在我宣布第五届卢阳智邦杯 中日韩三国围棋名人混双赛 开幕 谢谢大家 中日韩三国围棋名人混双赛 是由中国围棋协会 安徽省体育局 合肥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 合肥市体育局 卢阳区人民政府承办 前四届冠军全部由中国选手包揽 本届参加赛事活动的职业选手共有八队 其中中国有四队组合参赛 分别是唐伟新九段 余智莹六段 长浩九段张璇八段 古力九段李鹤五段 范韵若六段 瑞乃围九段 日本派出小林爵九段 齐园游香林六段 山下静武九段 桑园杨子六段两个组合 李长浩九段 吴又珍五段 和赵汉城九段 崔金七段 则代表韩国出战 经过两轮的比赛 韩国队两队组合均进入决赛 最终赵汉城 崔金 持黑165手中韩击败 李昌浩 吴又珍 夺得第五届 卢阳志邦杯 中日韩三国围棋 名人混双赛冠军 李昌浩 吴又珍获得亚军 来自日本的小林爵 齐园游香李 和中国选手范韵若 瑞乃伟并列第三名 围棋可以说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一个国区 这个罗阳论通过我们举办的中日韩三国围棋名人混双赛 在我们罗阳已经举办了五届 在赛事期间我们通过这些参与比赛的这些名人进校园 就是这五届的三国围棋名人混双赛的这种举办 对于我们进一步推进 围棋文化进校园 围棋文化在学子当中的这种传播 起到了一个积极性的效益的作用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文凭论道 今天我们为您带来的棋局呢 是第五届中国合肥如阳智邦杯混双赛的决赛 那么这决赛的双方呢 分别都是两队韩国选手 一队呢是李昌浩和吴佑珍 还有一队呢是赵汉成和崔金 来为大家做讲解的是刘小光九段 刘老师您好 您好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给大家介绍是一个混双的比赛 很少讲这样的棋 这也是一个国际的一个混双赛 对 就是说比较遗憾的呢 是中国棋手之前是在半决赛当中 已经输给了韩国的赵汉成和崔金 所以最后呢是有两队韩国选手决冠亚军 好 好我们来进入棋局吧 好我们来介绍这半棋 赵汉成 无有真实的黑棋 李昌浩呢 他们跟崔金啊是白棋 这个赵汉成 对两位女棋手呢 崔金和吴又真现在都是韩国 就最顶尖的两位女棋手了 对 崔金是最强的一个 最强的一个 对对 而且是公认了几乎 吴又真现在这些成绩非常的出色 可以说直追崔金 对 这是赵汉成的他们这一队的黑棋 这都是比较普通的 但是混双和这个比赛还稍不一样 混双呢 它要两个主要配合 对 水平呢 虽然都比较接近 像他们的都赵汉成 李昌浩 应该是都是抢手 但是呢 主要配合特别重要 我觉得可能是不是 就是这对搭档的男女棋手 他们的棋风要相似一点 或者说思路要相通一点 会比较好一些 我下过混双 主要是默契比较重要 默契 只要是您的搭档得知道 您接下来得干什么 对 然后关键是还要会打僵 如果搞不清楚会打僵 不知道自己搭档的意图的话 有一些技巧性的东西 这个水平也当然是基础 是的 像这个都是走定式 这个是比较普通 对 这都是老一套的这个布局 对吧 点33这个黑棋长 对 这个下过多次的了 这个像这样的 当然是各种定式都有 什么走这个力都有 它是走着贴一个 贴起来 现在就是走定式就是冲断 而且是要端这个 端外面就给吃掉了 是的 现在是打一个 对 对 赵瀚城呢 他这个棋呢 哎 下着比较普通 我估计他们是两个人呢 都是有过这布局有研究 我要是跟别人下混霜呢 这个之前呢 会说一说布阵的一些 这个 这个喜欢下什么 要主要下什么 会稍微沟通一下 像这样的 他俩可能会比较熟悉 我觉得这样 他走的这个 吃这些定式 然后打一个 起掉 起掉 对 按照定式的说的话 一般都是要继续啊 会这样打掉 虎一个点一个沾上 这是一个完整的过去定式 有过这样的下法 但是呢 这个棋呢 黑棋呢 他稍微变了一下 我觉得这个挺好的 他走的个跳 跳起来 对 这个就是说 你如果比如说没走 你断 我就长 这个反正把它看清了 这个也不交换 那么这只要这样 看清 这个也挺好 我觉得这个黑棋下得很灵活 看来是有有研究的 我挺觉得这个赞同黑棋的下法 而且这个黑棋这样下的比较积极 他速度比较快 速度快 跳完了这个之后啊 接下来有点三三 也有尖冲的下法 对 在这一带 是整体的扩张 看起来这个棋子的效率会高一些 对 这个不错 走大形式啊 然后白棋是走这个 对 我估计这像这个可能是 他们是有研究 或者召唤承走的这个棋 他的对手呢 李长浩啊 最近出现的少 或者是成绩不是像那个 那是全盛时代的太厉害了 对对对 不一样 那所以呢 李长浩可能最近在人们的视线中啊 有点淡出了 对 他可能他的结婚生子之后啊 跟他的生活方式不一样了 对没错 现在挂一个 是吧 这个也是 还是也是普普通通的啊 也就是强大的 还记没有继续走那个 这个黑棋好像布局比较积极 嗯 然后白棋 在这里守一个脚 走 堂堂正正的 走法 嗯 是的 但是这样看起来的话 我觉得黑棋的速度很快 黑棋你看走了两边 对 白棋主要是这一边 那个小脚 这样的黑棋总之他先手啊 这个效率也不错 我也觉得比较喜欢黑棋 喜欢黑棋 喜欢下的啊 看来这个布局 他是他研究的不错啊 确实这个布局还是要拿点招出来 现在啊 对对对 这个白棋 李长浩 他是这个我不知道怎么对 他主要是这个跟这个他的搭档 这个怎么配 这个应该是李长浩 他不是下这样的棋 但是他这个搭档 我不知道他们怎么研究 现在他是挂的脚 对 然后黑棋一箭高架 一箭高架 嗯 好 这个又是 呃 普普通通 两人走走走 双人赛 没有走什么新颖的 因为走特 这个特出的一些 呃 一些看不懂的招啊 或者新的研究啊 必须要对方能够理解 他才敢走 主要是你的搭档 是不是跟你是 能够明白 对 你走一个他不明白呢 后面续不上了 嗯 是的 现在这个你看走的非常普通 啊 这个都普照 刘老师这个以前我记得小林流还是挺流行的 就一开始走个小林流 当然现在的情况不太一样 黑 其实这边先挂掉 这个定型了 然后都跳完了 对 所以他下了个一间高架 是吗 以前的小林流 我记得人家高挂好像都是二间高架的居多 对对 二间高架的很多 这样好像多一些 呃 一间家 二间高架 这个应该都有 我觉得都有 呃 呃我记得医药一间家这么跳完了之后脱了 嗯 这个也也也常有 这常有 走完这个之后啊 嗯 呃 拖这个的也很多 啊 这个下的也多 拖了段 就是说一般它就断 这个也有人下 哦 呃 这个也也是可行的 如果说现在拖了段怎么样呢 也可下 是个 是一个下法 哦 哈哈 这有这个下法 呃 拖段这样下呢 是这个局部呢 你好 呃 这个形状的摆起好处理 嗯 呃 这个作战应该还行 应该我觉得至少是一个可以考虑的一个方案 对啊 我也觉得它可以拖断 它为什么一间高家不是经常是拖断的 以前这个定势还挺多的 这是一个一个方式啊 嗯 他是没有走这个是吧 是的 没有走这个拖断是一招 还有这个琴啊 他老是欠一手他不走了 啊 你应该说白旗应该想想办法 或者断一个是最常见的 那他应该会长吧 对 现在的选择啊 就 我征自由力 你还可以考虑这一类的 也可以考虑一种下法 嗯 这也是一种 一种下法 嗯 呃 你如果爬一个他就跳一个 这也是可行的 嗯 嗯 嗯 至少 也是有有这种下法 嗯 这个琴呢 白旗 我不知道 这个该这是谁下的啊 应该是 呃 应该这个时候啊 双方 就是混双的时候啊 遇到这种难题的 最好是让高手 男骑手 让男骑手 或者水平高的一方啊 来选择最佳 嗯 刘老师您下混双的时候 一般是谁先下 就男骑手先下 还是女骑手先下呢 好像是一般女骑手先下 哦 一般是女的先下 那我们可以算得出来 是不是这样的话 这个是第几手 然后我们把它 呃 除一下 再减一下就行了 还一般呢 是拿白旗啊 会有力 为什么 他那个次序啊 按这个速成的规定是呃 白旗啊 是就是说呃 男骑手下丸 就是直白的一方 男骑手下丸 该女骑手下 该女骑手下 该这个次序 黑方的女骑手下 一般高手 就是男的哈 下了一周 有时候出难题 可以让女方给他经常考考考 可以考他 这样呢 会就下混双会有力 嗯 那如果说猜先的话 就是说呃 但是猜先猜对的话 肯定是拿黑旗 是吧 对 就是说 没得选 他不能选黑白旗 对 就是直白的一方是有力的 都选都喜欢用白旗 嗯 用混双 嗯 他用那个次序 所以那个呃 比较有力 嗯 但是今天这个黑旗的布局 看起来还不错 呃 对 不错 现在那个白旗 刚才我说那两个方案 他都没有 他是走的这个 这个单挑 他是希望看看你的走什么 你走这个 那么我那就便宜了 嗯 如果能交换着 我认为还是可以 对吧 呃 如果走着一下 那肯定是还挺赚的 如果能走着还可以 但是现在呢 黑旗呢 他没有 呃 就没有那么走了 对 他是走了一个这个 他刺了一下 刺了一个 抢了一个先手 抢一个先手呢 就是你下来呢 他你以后不管跳或者飞 他都给你冲断了 都冲断了 你这就让你下不来了 对 他走了一个先手 抢了一个先手的 他走了一个这个棋 这个棋 大飞 哎 这样的话 那这两个交换多了一手棋 下面两个方案呢 就有区别了 没错 现在你再靠断呢 就差很多了 嗯 比如再靠断 他再长了 这多一个子就不同了 嗯 和刚才就变化不一样了 所以呢 我觉得就是说 这个跳呢 可以考虑前面那两个方案 嗯 现在让黑旗走到这个呢 他要 有这个进攻的态势 对 对 这个棋你要再走别的话 就是说 嗯 不管你比如说 你这个靠断 或者你走这个 现在好像这个时机 已经完全不对了 他都有可能这个要 要顶你了 有可能顶你 对 这个就很讨厌 我现在看这个定势啊 虽然说这个之前黑旗 是走了一个小零流 在这回了一个 就有一个帮手 嗯 但是白旗这个高挂 下成这样 我还是觉得 这个白旗有点吃亏 有点是 可能是啊 这样呢 就黑旗的这个子力啊 进攻这个白旗啊 他拽着你这块旗 嗯 还是他比较有力 因为这个 有这个大狮子在这里 嗯 这个这个位置站的还是不错 所以说 如果说一开始 黑旗现在下小零流 白旗一般的下法 都是大飞挂 或者说 二肩高挂 也有 对对对 有别的下法 一般好像高挂 现在已经见不着了 是的 或者说跳之前 靠断 对 也是可以靠 如果说人家 一见景佳 我觉得刘老师 刚才这个方案是可以选的 对对对 这样的比较灵活一点 对 好像实战的下法 我总觉得有点吃亏 不喜欢是吧 我觉得不太好 有可能 对 如果说白旗这一带跳完了 人家一次粘上 然后这边也下不去了 对 被人家抢了个极先手 还到这来了 对 这个是白旗要想办法了 是啊 白旗看怎么办 这个旗就 这个又被进攻的感觉 嗯 那白旗怎么办呢 白旗先夹了一下 夹了一个 对 这个地方有断 是吧 有断 那么黑旗 小尖 小尖 是 现在呢 那这个它就是下面这个 如果你拖 对它就扳下来 扳下来 对 假如说断了 断 这这度也度不过呀 只能断了 这样 嗯 这这种什么 另一个吧 另一个对对对 那就挡吗 还是沾上 沾上也可以 沾上也可以 沾上去可以 拐不拐都差不多 这样才会这样 嗯 对 是的 那它比如说打了 补这个 打了出这个 是吧 这个黑旗的 势力比较好 对呀 黑旗的配合特别合适 这个位置也不错 没错 应该是黑旗比较满意 没错 是这样 白旗就整体就看着 就空就一条边 黑旗可能比较满意 嗯 是的 所以这个现在马上拖 它不肯啊 马上拖不肯 它不肯这么下 不肯这么下 嗯 它不肯这么下 那这块其实也面临着这个 被弓的这个窘境啊 所以它得想点办法 那个赶紧出去 对 不出去也不行啊 再说我觉得前面 对靠一个 那这个地方 它搬一个 在这个地方走旗啊 应该说 嗯 呃 黑旗总 呃 满意的 对啊 它总是帮黑旗 违困 帮黑旗 这个地方 呃 因为说黑旗这样的吧 你有可能有损的 他如果走这个 这几个交换的是黑旗高兴的 对啊 我觉得走这个也是可以 哦 我觉得挺满意的了 已经 比较满意 嗯 这个 因为它还是被攻的这种 行 你下一步至少我这个肩是先手 嗯 这个攻起来啊 啊 他黑旗比较主动 嗯 是的 要是我 我可能会长 有可能 有可能 这个是比较普通 或者是普通会长 这个形状比较满意了 嗯 呃 那边 那边该走什么 该走什么 对 但是这个旗呢 黑旗可能已经觉得很满意了 或者是他害怕 他怕是不是人家要从这儿断出来了 不 他也许这是一种心态啊 比如说他我走这个该李昌浩下了 那我怕李昌浩在出什么招 我的对手 不知道 不知道 因为这个走完这个之后啊 嗯 应该是李昌浩出手 让对方你 因为他直白的嘛 应该是李昌浩出手 李昌浩出手的话 就该催精接招 接招 他可能 他他就没有了 他赶快把这个补了吧 对 他虎了一个 虎了一个 嗯 这个相当大 对 如果说他不补的话 他是不是有点担心白旗会断了 他这个时候 对 这一个断 长一个 还是 这个对 就算长一个可以 算长吧 就算长一个也可以 这个很大 呃 这里面的总是你欠 欠一步棋啊 嗯 欠一手棋 这个下法很多 不管是这个 还有 你比如说就算在打入一个 你就里面还有别的变化 对 加一个等等啊 这个棋型其实挺薄的 觉得 薄 总是欠手棋 那边棋非常大 嗯 这个虽然很漂亮 呃 但是呢 他这个呢 大局 这个把这个补了 是的 呃 大局上 你看这个子爷的留在里面呢 大局上黑棋还是很好 这个 他觉得暂时不怕 嗯 暂时呢 他觉得你 因为已经都这样了 你吃什么也吃不着 下不来 这个我能冲断 对 虎呢 他能扳 对 是的 是吧 虎一个是可以扳住的 对 所以大家不要以为他虎一个就已经冲下去了 不是那么回事 哎 你单断的他也可能会打这个 所以呢 这个暂时没有特别严厉的 他就虎一个 这个还是比较明智的 全局他就站着了 对我觉得黑棋下到现在为止挺顺风满帆的旗下的 还可以 嗯 而且整体的配合也非常好 我肯定站在黑棋这边 站在黑点 好 这个棋现在白棋该怎么怎么办 白棋也挺为难的 你说他靠完了吧 他如果说不走 嗯 那这个靠的棋就觉得太损了 对 下一步他不走 这个这个很大 对被黑棋尝一下 对 就觉得全损进去了 很大 所以他就虎了一下 虎了一下 嗯 他这个就扳一个 要扳一个 然后他打吃 索性就把这个吃了 对 你打这个下来 但下不来 嗯 证调 那证调呢 就是黑棋就是有可以引征 嗯 这个可以引征 嗯 粗看的 比如这一类的 有引征 是吧 这个比较狠 下的 这个这个 这个是比较普通的吧 是吧 比较普通 嗯 或者你要再狠一点 是这个 这个 这个都是有可能 可能 我觉得这个比较简单的 嗯 我这个可能是比较狠啊 嗯 他这个就 他下的挺有意思的 他下到这 对 是下的这个比较温柔一点 这个引征的位置呢 其实挺讲究的 就是说 因为你引完征之后 你得考虑你接下来的 洗的手法 对 然后你走完这个之后呢 你得考虑人家 如果说往这进来的话 你要怎么应对 对 所以这个非常考验水平 这引征的地方 哎 这个其 这个 我估计是赵汉诚下的 这个引征的位置啊 他可能 如果说这部是赵汉诚下 那这个小间是催近下的 有可能 对 是的 那么现在这个你要提掉 嗯 这个是引征这个 这个跑掉不得了 对 要是我会狠一点 在这 在这 你走着 我再贴下去 现在他在这个地方 然后呢 在这个地方 嗯 是这样吧 对 这个流线型的 这个下得很漂亮 就觉得黑漆整体的 流线型的 整体的结构非常好 就看着 这其实觉得赏心悦目 有点像武功流了 它要围大控 但围大控啊 这个也不容易 得围得住才行 要围得住 是比较好 嗯 但现在这个里面呢 你的有力量的 把它吃着 对 它如果进来的话 嗯 像这种 应该说 这个口还没封着 如果你这儿再加一手 这个基本上就封着了 没错 但是现在这个时候 该白旗下的话 实际上他呃 白旗要进来的话 你要需要能力 把它吃着 嗯 而且那个地方是空的 是 这个地方啊 一般是我记得 是在这个形状 一般是往这放 对 打在这 打在这 这黑旗最狠的 最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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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在这个 然后再拖一个 拖一个 这样是比较 这个好像要吃 也挺费劲的 对 不容易 你要是得有一定力量 来吃我 你搬我就断 对 这个旗呢 你如果走在这里呢 它这里有一个这个旗 搬了断 挡住 有个断的手筋 对 有个断的手筋 这个呢 打吃 或者打吃这个 打吃这个 反正就是这两手 它又吃这个 你打这个 它也是吃这个 嗯 你如果力呢 它可以胡打 对对对 你如果提掉呢 它就底下 对 打吃 对 这个旗有这个手段 对 所以这个 在这个位置呢 你还得捕肩 嗯 这是一个掏控的 基本手段 这一下子 你要没力量 就就有可能被他 人家就把这全给活了 对对对对 现在呢 它也没往这个地方走 嗯 现在是走的这个 对 是的 像狠的是吧 是直接打入 是的 狠一点是直接打 就直接打入 也是一条不归路 就 黑琪现在靠一个 靠一个 它是往这儿靠的 大家看 这个棋就有意思了 嗯 其实要是说 这个也都挺狠的 这个非常狠 它这个呢 是这样 就如果说白琪 直接搬这个 那么就显而易见的 就就断一个 然后再打吃 对 它就往外面打一个 就行了 是这样吧 嗯 还是您要敞 好吧 就这个 我觉得已经挺好的 挺好的 如果能这样的话 压过来 对 这个控已经封得挺 挺完整的了 我自己觉得这个 这个点呢 嗯 是不是更狠一点 这个不够狠 狠一点是在这里 哦 如果说它贴 您就跳一个 是吧 这样就把它全部给 对对对 要是我选择 要么尖冲 要么打这个 嗯 直接走呢 被它靠了 它有可能 你接不上力 你要搬的话 它可能会长 对 是这意思 那直接给下去 那要么这样的话 也是 干脆就这样 就这样 也是一个下法 先进去了 再说 对 再说 干脆就把它 撞进去 这也是一种选择 对 看你怎么吃我 嗯 但是他这个棋 这是该白棋啊 白棋下的 这白棋可能一时半会儿 他不知道该怎么 怎么选了 有点 有点为难他 我相信这个 该白棋下的时候啊 他这个棋可能是 这个女棋时候下的 哦 嗯 吴又珍下的棋 他走到这个 他靠了一个 嗯 这个棋 不像李长浩下的棋 我觉得不像 反正总体看起来 黑棋的招法 还比较连贯 对 就基本上两个人的配合 没有出现什么问题 而且黑棋也没 怎么打僵什么的 一开始也没有打僵的 这一说 对 现在打僵 不好打 对 就靠一个白棋 也没法打僵了 是 嗯 然后 他是搬的 对 嗯 然后再搬这个 这样好像还不如那 直接搬能不感觉 可能都不如直接搬 直接搬 感觉会好一些 是 这个黑棋封的也太 完整了一些 这个黑棋比较漂亮 这个你再走 这个就已经不行了 对 嗯 可能就都走 这个都变化走 把口封住了 你再进来的话 那都彻底吃你了 嗯 刚才没有封的时候 那要考验黑棋 如果说这样的话 白棋能不能打这个呢 如果说这样 我看可以啊 可以 可以的 但是这个打两下 他就不能要了 可以要 可以要吗 再打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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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然后断打 断打 嗯 这样白棋转换吗 这个棋有可能转换了吧 哦 打这个 对对对 打这个 它提还是不提呢 我真想提了 提了 但是提了被藏出来了 对 这个棋应该说 不 你就尝一个吧 就尝一个 但是尝一个这边就差很多 没关系 这样子 就这样 打吃吧 对 对对对 把脚给拿掉 嗯 嗯 这个也是白棋 把那个脚先拿掉 也是可以考虑的 也很大 确实 好 总之是这个白棋下的比较 比较那个什么 比较温柔一点 白棋好像 我觉得黑棋想拿什么 他都让他拿到了 但是这样子真的够了吗 就觉得已经 不见得够 对 刚才我们摆的那个变化 白棋实战没有这么下 我们觉得很奇怪 他没有选择那个变化的理由 到底是什么 可能跟双人赛也有关系 两个人互相之间 不知道对方的意图 接下来应该怎么操作 搞不清 那么我们先休息一下 给大家留点悬念吧 接下来是怎么下的 欢迎回来 我们正在为您讲解的 是第五届中国合肥 卢阳志邦杯的决赛混双 刚才为大家讲解到这儿 和刘老师 我们刚才摆的变化是 白棋可以从这儿打了挖打街上 这样底下这个三鹿子 好歹能把它吃了 但是它没有这么操作 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白棋下的比较比较软 我认为这比较太温柔了 这样就给黑棋了 这个等于是全部围起了 这个太大了 这个打入根本没有了 这都算成黑棋的空 是的 这个口就封得比较严实了 这个能围成这样 我觉得都不可想象 黑棋很漂亮 这个黑棋很满意 我觉得这个白棋 哪个地方下得太软了 对 如果这样下白棋也能赢的话 我真是有点不能接受了 对 这个李昌浩下棋 现在这个棋它的风格 跟过去怎么 完全不同了 不一样 它现在人比较温和 下棋也就胜负心不像 那过去了 李诗诗也给我这种感觉 是吧 对 之前因为也讲解了 他这个在亚洲杯上的对局 他好像这个人 对 就没有像以前那种 那种犀利的感觉 没有了 这人浑身给人感觉 亲和力比较强 当然这个对齐米来说 可能是好事 但是呢 对于齐来说 我感觉不是件好事 李昌浩可能是 跟他这个生活状态有关系 对 结婚生子之后啊 人变得温柔了 是吧 在家里过这种 比较安逸的生活 就是那种心态不一样 我相信这个李昌浩 你看他也不在里面 就打入什么都不 全部都给了 给了之后 然后白旗走什么 白旗呢 他就这一般一粘 那么他点了一个 他点一个 他从这边开始 这么开始打一个 这个也挺意外的确实 粘上 然后黑旗粘住 然后在这个地方 先捞看看能不能 在这个地方 小间 能不能来 钻出点什么东西来 这看起来呢 底下可以度过 这还是比较容易 好像出齐的 这个地方 小间一个 黑旗也小间了一下 黑旗小间呢 度过给灭了 对 看能不能那个什么 你要是往里进了 他真的往这个吃你 这个白旗 这个路比较窄啊 这看着两只眼怎么做呀 很危险 很危险 相当危险的 是 白旗飞了一个 飞一个 他就在吃住 对 然后他挤了一下 挤了一下 这个挤像一个 好行 好行 这个你要是 假如说街上 街上 街上他在这个地方 不管怎么说 他能够 能够那个 挑刺一下 但这上面有斑断 这我觉得 好像有点危险 要吃的话 比如说这样 这样 是吧 对 这个有先手 对 这个也有个冲断 是吧 这这这这有斑斑 对 这有斑断 那这杀起来就看不清了 这有可能看不清楚 我觉得很黑旗 有点凶多吉少 对 所以这个还不敢这么想啊 所以有一个这个 你要立的话 他有可能断了之后啊 他这个还是有刺先手 有刺先手 被斑断 是的 所以在这个时候 这个起是个好气 嗯 黑旗就干脆就妥协了 他是走的这个 他靠在上面 靠在上面 他的判断 他觉得可以了 这个好 你这个尝一个 这个旗呢 你如果再敢进来 你看他这个刺也先手了 对吧 这个时候 这我就要下手了 这个要下手了 下手了 你这个我再打一个 对对对 这就回来了 这再斑 我就往这冲就行了 这个白旗就 铁定要死了 这没路 没有路 所以这个旗还不能贸然挺进 他就搬过算了 黑旗拐 这个这样成为一个妥协 但是白旗不管怎么 钻了一点 但是不管怎么说 这个还是很大 对 是的 应该说黑旗还是满意 不管怎么 这个你还损了一点 对 应该说这个妥协之后呢 黑旗也不亏 是 也不亏 也可以 这总体的判断 我总觉得这个黑旗围的这么大 应该没有道理是不好的 如果这样围上都不好 我真的不知道这旗应该怎么下才能好 因为他都封口了 你这个的口都漏着 对 他有点三三 这边有一个长 这边有打入 他你这个不好围 他那个是彻底围进来了 对 现在呢 这个白旗 是贴了 贴一个 对 这个旗呢 刚才说这有一个长 对 要不然人家可能从这冲出来 对了 贴一个 对了 贴 你要搬它就断 是吧 它再长一个吧 长一个 要么这个旗呢 再贴一个 这是你的 这个太大了 这个太大了 这个 那个飞一个太大了 这要么您再贴 再贴 我估计它点三三了 有可能 那个点三三太巨大了 这个有可能 巨大无比 这个拐一个 这个虎一个 大概就在收关 是的 大概收关的话 把黑旗应该空不少 应该不少 可能是这样的情况了 这个旗呢 白旗 我觉得这个贴是比较普通 应该是这个不小 点三三就只能给了 给了之后大家就拼空 对 但是他这个也没走 是吧 他坚顶了一个 它坚顶了一个 这是觉得太巨大 如果说这些黑旗拐呢 那白旗就高高兴兴跳一个 估计就 他很高兴 地下的空都守住了 很开心 但是他希望这样 希望这个那个 你要长的话 他有可能贴下来 这样的 你要点三 他有可能吃你 这样的话 白旗是希望把这个空都围上 但这个时候 黑旗下的应该是比较好了 他是碰了一个 对 他靠了这个 这个应该有气 这个地方有长 间隔这么远 隔了四个 然后你这还有各种的借用的味道 然后这靠完了有上班有下班 对 你上班 我估计他下班都容易出气 是 应该是不会有问题 这个能活出来 这不好吃 吃起来相当辛苦 对 而且有三三等等 这个棋 看看白旗来怎么办 白旗他这个时候打了一僵 我估计这个是女棋手 这个是 这是他的 这个应该是吴佑珍下的 然后接下来白旗下的狠 从这儿飞出来 飞了一个 这个比较狠 这个比较狠 这棋如果说刘老师他下的温柔一点 比如说上场 上场这木稍微软点 但是待会我把你挡住不也行吗 挺大的 我怎么觉得这一点他是走什么 我先尝一个 先尝一个他得硬 看你硬在什么地方 这硬的也挺纠结的 接上吧 接上哪怕我这尖也回家了 对吧 这是最差的 很渴望我还想 还想点三三是吧 很想在这儿先 在效率提高点效率 想走这个 这个棋啊 它总之的话 它已经肯定能打穿下去 黑漆有期下 好像 那倒是 那他走的这个选择这个 他下狠了 他觉得正常下可能不太行 如果这样 他这样 这个有可真有可能 这有点危险 对 黑漆啊 还真有点悬 对 这个要杀的话 如果 女棋就直接给高手对阵的话 这个棋不见得能够 活得住 是 这个棋 黑棋能活吗 我看悬 不知道 白棋希望走成这样 嗯 那么 这个时候 黑棋怎么办 黑棋下班了一个 对 下班 好棋 这个棋 你得挡住 挡住 这个不能被打了 沾上这个脚上太大了 嗯 肯定能活啊 对 现在这个打先手 该黑棋了 黑棋要不要长一个 嗯 他是 黑棋他是先长的 先长 先长 然后白棋接上 他再下班 他这个次序也是下得很 很井然 应该说 然后黑棋下一步棋 是个关键 对 下一步棋 他这个长跟他接交换 其实有点损 但是呢 因为有那边的关系呢 所以他就 把这个长掉 先考验你一下 你肯不肯 硬在这儿 硬在这儿 当然对那边会好一些 他可能要沾 我估计他 你要紧气是这个 太难看了 所以这个时候呢 黑棋这个是好 对 关键是这手棋 靠一个好棋 最好棋 是的 这个呢 这边有冲的 能冲下来了 嗯 嗯 现在这白棋怎么办 白棋难办 不知道怎么办 他如果说搬在下面 您觉得能行吗 这个打先手 打一个接上 对 这个棋呢 要说他要回家 也是没问题 我觉得好像招特多 回家也是 这个虎一个是不是都可以 虎一个也行 这个呢 他有时候吃两个 可能还不可能 对他有可能就接上了 就走这个也可以 这个白棋也难办 他不敢断呀 如果断 他是会这个 打吃 打吃 再来一点 再来顺两下 是吧 他把这个能够扣这个 它长 然后就被 关键是被冲下去了 有可能被冲下去 你现在吃这个没用 人家打两下 把这个底下都全给穿了 把这个打吃 这个棋应该是黑棋能下 是的 可能是白棋不肯吧 嗯 但是这个时候也可能 他搬一个变化多一点 这两个还没下 没下 对 他搬底下可能会复杂一些 变化多一下 觉得 他是直接冲的 对 他冲上直接冲这个变化就省了 然后被打一下 这对打一下 哦 大家先断断 对 这个必须吃掉 再打一下 对 这个你的只好粘上 接打 哎 这个棋呢 黑棋等于全部都回家了 这个棋提掉 而粘上更不好 粘上它糊着这个也吃不掉 他是提的 如果粘 如果说粘糊一个 打吃这个也不行 提掉 他这有一个挖 挖打这就碎了已经 哎对 挖完了已经 对 这个这个麻烦了 彻底的完蛋了 对 他一场 对 这个麻烦了 走哪都不行 哎 这个不行啊 走这边打了被打死了 哎 对 所以呢 他粘是不好的 他是 所以只能提掉 但是这已经 空门已经被穿掉了 这样一来的话 这样棋 白棋提 对 黑棋虎 这样呢 黑棋应该说 这个成功了 嗯 这个 把你这个打穿了 他这也算连回来 这个跨是个好手段 是 跨一个好手段 跨了之后 他能够 哎一下子 把这个连贯的连回家 现在是黑棋 应该说很顺畅 没错 黑棋这一代的处理的手法 我觉得还是下的挺好的 值得学习 这个刺一个是先手 是吧 把这个也粘掉了 粘住 啊 立下 立下 这个最大限度的 还有多两目 普通之虎 这个多两目 应该是现在没事了 现在不管是你断这个 他就粘住也没问题 点点一个他粘住也没问题 对 因为这个都是他空 啊 这都算他的了 这个棋 黑棋便宜 嗯 哎呀 现在这个那么大的空 应该说空白棋比较 比较那个困难 有点心疼了 嗯 这个空被人家围的太大了 啊 黑棋容易下了 打 不敢打 不敢打 白棋提掉 黑棋粘上 普通一般的情况 都是想打上去 对 打上这个时候 可能觉得形势不错了 就不想 或者说现在真的是 他行住了 因为断了打结 他那个地方有结材 是的 白黑棋呢 他觉得形势不错 他就粘住了 所以他这个先粘一下 看来还是有深意的 哎 再打吧 这个棋 他粘上 他觉得够了 嗯 的确黑棋不错 对啊 黑棋挺好 是的 呃 现在就等于是 挡下去 收官 对 你要是搬的话 他飞一个就 这挡下来是 哎 应该挡下来啊 对 这虎又没收着木 等于说 呃 黑棋把这个加了 这个加也特别巨大 加这个 加这个是 那白棋应该是这个吧 反加 这是普通的手段 是应该这样 他可能还觉得 被白棋如果贴这个之后啊 嗯 你黑棋搬粘 假如说搬粘 他是不是有可能有拼命的手法 哎 对了 他以后下面 就挖断 这样 哎 对对对 挖进来 挖一个 对 这里面是有棋的 哎 这个变得很大 嗯 你黑棋是补还是不补 是吧 嗯 所以这个党 他杜绝你这个党 而且黑棋如果现在加的时候 白棋假如说反加的话 他可能就脱先了 黑棋是不是会顶了虎 挤掉啊 哦 这样啊 会这样吗 是很大很大 这个好像挺大 如果说您不硬的话 我就一个一个吃嘛 就把您这个子再吃掉 可能会走 打掉 打掉 街上 对 假如说拖先 那么黑棋再把这个吃掉 吃掉 对 这个就没有变 但是本身是个很大的关子 嗯 但是我觉得还是应该白棋先加掉 先加掉 先加掉 是好像是没有办法 先加一个应该是 但是他这个棋啊 白棋就没有走 白棋脱先了 脱先了 白棋脱先 来了一个狠的 嗯 他来了一个什么狠的 在这个地方出棋 如果继续加一个 嗯 继续收官的话 嗯 应该说黑棋还是 嗯 空多 我也觉得黑棋好一点 哪怕他斑斩 哪怕他斑斩 嗯 你走 他把那个吃掉 是的 应该是黑的空多 嗯 所以呢 这个时候白棋来了一个 很瘦 他是走这个 嗯 吃 对 对吧 点了一个 对 这个棋看能不能出棋 这个棋点一个 比较狠 粘上 嗯 这个地方如果出着棋 当然是好了 如果打 嗯 他会粘上 嗯 我走这个 嗯 走这个他就单弯吗 单弯 是不是单弯 单弯这个好 这个好 嗯 因为你断他能吃 你粘上这个 对吧 对 他就粘这个 是 如果说白棋接上 接上 黑棋虎 嗯 这样的话是 黑棋的眼杀 对 眼杀 是的 嗯 这个就 黑棋要杀的白 这个不行 对吧 嗯 那么这个棋 这个爬背的猴一下 觉得不行 那 还有什么别的办法 还有别的办法 滚包也不行吧 嗯 你不管走哪个滚包 这个棋就 滚完了怎么办呢 问题是 这个不行 滚完了之后 这个不行 嗯 所以呢 这个时候 白棋看看他的 走什么 白棋这还打了一僵 打了一僵 我估计是 吴又真吓的 估计他也不知道 接下来应该走到 李昌浩 他最后 他单弯了 单弯了一个 走了一个单弯 用爬背的猴 单弯一个 单弯黑棋提掉 提掉 嗯 那么如果这时候再爬呢 他是不是就挡住了 不 我估计他会点 哦 他点一个 我估计点一个 哦 那断呢 断一个拆器啊 断这个 哦 断这个的话 把这个吃了 嗯 还真是啊 断这个 断这个 我觉得您 您是不是单挡就可以了 单挡 他如果说做盐 那就没什么可怕的 如果走这个 啊 如果这样呢 我就先手把这三个吃掉呗 吃掉 也是黑的好 啊 我也觉得黑的不错 刚才如果点 你断 嗯 他如果这样 这样我当 对 这样 这样倒是也白棋死 也死了 白棋死了 白棋死了 这样白棋也死 拆器是吧 气也不够 嗯 嗯 应该也 也没有 可以点死他 嗯 这样的话 好像不行吧 你断这个也是被他冲了 对对对 打只沾上也回不见家 那也不行 看着他有个点也也没办法啊 哦 可以点死他 对 我还以为点不死 断这个他就这样 正好也是死的 啊 这有个叫吃 你得走这个 他一打吃 也一沾 它长 也是死的 还是不行 还是不行 哪怕叫了 吼一个也可以 顶着他能管 哦 差一气 差一气 走这后能搬住 对 是吧 也是死气 是 好 那么现在他提了 这个不行 这一点点死了 那走什么呢 他是搬的 对 他搬 然后黑气拐下来 和平解决了 总算是 其实冲一个也可以 是 他觉得这样 就可以了 他把这个赶快走掉 怕那个变化 生怕有变是吧 白气吃这个 嗯 叫吃 黑气赶紧把这个 尝出来 尝出来 对 这个举档 然后白气就一个一个提 把这个提掉 但是虽然是黑气把这个提了 但是呢 实际上这个黑气落得先手啊 把这个煎了 把那个煎了 这样的棋局就简明了 对 就是说 白气这个地方啊 虽然得了一点便宜 但是亏了 全局来说 黑气到简明就能够赢了 嗯 这个好像 而且已经局面已经没有什么可以挣扎的地方了 不像刚才这个地方还是有些看不清的 我们就要做这个棋盘变小了 这个党是先手 是的 棋盘变小了 没有可争的地方了 那个太大 那个巨大 这个尖三三巨大 本来这个白气家是先手 嗯 现在变成了这个黑气把那个脚给捞掉了 而这个呢 是个局部问题 那个是最最重要的 是的 这个是白气距离拉开了 嗯 搬一个 这个是他提掉之后的后续手段 后续手段 搬一个之后呢 黑气是搬不下去的 黑气搬下去的话 会上面被铐断 这个就老说这个铐断 他是想这样 冲了这么把它打断 然后打这个 但是他要急的话 也可以先打一下 哈哈 但是这个棋呢 没必要这么 哦 没必要这么拼了 没这么拼了 黑气没必要这么拼了 嗯 这个其实有这个手段 当然这个算呢 因为这个下到最后都读秒了 呃 不见得很容易看错 这个局部就用不着了 他现在收官即可了 嗯 他收这个 是吧 嗯 收这个 这个就已经他 他已经等于是没有必要了 截住 然后他就简单收一下就可以了 对 冲一个 爬 我们叫做这个叫做什么的 他已经就吃饱了 就不要再去 再再贪吃了 贪吃容易出问题 这个就是交换成这样之后呢 他收了个大关子 而且这接下来还有个断 哎呀 这个就其实都用不着了 对 断一个都用不着 断一个 我还在想白心应该怎么硬呢 就接下来 白心可能只有这样了吧 那就算了 如果这样的话 我先尝掉吗 呃 这个都没必要了 我觉得 这个 然后再断这个 断这个 嗯 是 是这样可能 不你这个还可以挤这个 哦 我挤一个更好 是吧 挤这个 对 都 呃 白棋这个就有可能被你再在那个 再吃两个 再吃两个 嗯 好 这样白棋该怎么收官 嗯 白棋虎了一个 白棋虎一个 拐这个 嗯 这地方他也还是打过一僵了 打过一僵 对 这个地方还真有这个点了 嗯 现在不走这有个点 没错 是吧 对 他把这个接了 这先手 嗯 然后把这个接掉 觉得这个地方还是补一个吧 钉了一下 就是为了补这个段 对 嗯 现在就 应该是就是小关子了 对 没有什么特别的了 这如果说黑器能搬下去的话 我觉得还是挺大的 刘老师 要搬这个 对啊 正常的话是会搬 是想搬下去 对 我以为他搬下去不成立呢 所以我 可以吧 应该你要比如说靠这个 打吃 我这个有个叫吃 这叫吃好像没有应手了 这怎么办 你 我最狠的 这个不行 这个被一击打不行了 对了 那 那我走着 这个 这个能行吗 这个被藏进去 这个不行 也不像能行的样子 好像吃不着黑器 是啊 吃不到 这明显不行 这个走别的 人家都活了 这顶一个线手 这弯一个 我不用弯 就单提就行了 单提好像吃不着 单提走这个 单提的话 它是不是有这个呀 哇 这个都比较 看着好像也不行 我就走这个 对 这虎一个就可以了 进不来 对 几个的话被打吃一虎就活了 那是活的 你这个就算冲线手 要有这个限制条件 是活的 活的 它就没必要 但是这个扳下来呀 是可以成立 可以成立 那可以成立 我肯定想扳下去 但是它是 它没有扳 但是它现在就是说 它又是很大了 又是很大了 它把这个接了 已经没有必要了 跳一个 跳一个 然后把这个管下来 这个打了一下 打一个先手 这个先手 这是它的权利 把这个团了 它挡住 是吧 扎住 靠了一下 这个都是 收关棋了 也没有什么 它长这个也行 走这个也行 对 它是顶住的 顶住也可以 这个地方 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了 是吧 看着好像有点 不干净似的 但是它这个棋 都没必要了 它足矣了 这个棋 你看这个 它把这个靠掉了 靠掉 这黑棋给它 是的 黑棋就给它 冲一个 再断一个 对 这样一来 这个扳总是扳不下去 总算是扳不下去了 对 这个就彻底是收关棋 是的 假如你打 它走这个 大概是这样 那么白黑棋 可能走这个 对 把这个吃吃掉 吃一吃掉 截上 把它收收关了 是 就随便打到 这个就没有什么 我觉得这个是不是可以搬下去 也有可能 收一下气 收气 对 或者这个 这样的气 这样的话就是说 它比如说加了回来 这样的话 应该是白黑棋赢不少 对 黑棋要是说 这不是小 就是赢个一两目 不是那样的 这样是赢的很多的 所以这样的棋就是 他们到这个时候 就已经 是不是就已经都 没再继续了 没再继续了 对 觉得确实差距很大 就这盘棋整体来说 就觉得黑棋的布局的结构比较好 它张得非常大 布局就黑得好 对 布局确实挺好的 对 然后 在它这个模样都已经快收口的时候 那白棋好像也没下什么狠的想冲进去的招法 对 不知道是这个李昌浩这一边判断 觉得白棋这样收收还是 这棋还不错 还是怎么回事 反正最后的结果呢 就到这儿呢 我们大家都已经看到了 就是直黑的赵汉成 崔金这一方式 中盘战胜了李昌浩 吴又珍这一对组合 夺得了这个第五届 中国合肥卢阳智邦杯的冠军 这盘棋应该说还是赢得挺漂亮的 看起来 是的 总体来说 看起来布局也比较流畅 然后再加上唯控的时候 这招法也下得挺好 值得大家学习吧 我看 好的 那我们的讲解呢就到这里 谢谢您的收看 再见